這塊牛肉是否開心呢 這塊牛肉叫做小牛排 在九龍城買的 整塊是這樣的 買回來的時候是冷凍硬滑滑的 我就等到一個平底鍋 大家會看到IG 都可以賣 一二百元 我自己經常都有 幸好認識了博士 他說不用的 你解凍 將一塊冰冰的肉 放在任何金屬上高 就很容易解凍 15分鐘後都解凍 就比空氣快 或者放在水中 你看看 這塊我放了大概20分鐘 相當不錯 已經不是冰 這塊牛肉拿出來 又不能太軟 因為要硬的時候 就開始切薄片 今天究竟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做牛肉金邊粉 就像越南粉一樣 這個越南粉 就一定要有個湯 湯就等下要熬了湯底 然後就要有些金邊粉 這些都是在九龍城買的 買些九層塔 Lime 和Chili 這個就是蔥 這個一定要介紹一下 泰國的芫荽 很香的 我又切了些泰國芫荽 這些全部 蔥、泰國芫荽 和這一堆東西 都是煮好的 越南粉 等你上高 真是去煮的 我預備用這個 Lemongrass 香茅 和少許九層塔 開始切牛肉 牛肉 硬硬硬硬硬的 牛肉硬硬硬的 就可以切到薄片 一薄薄一片 一片 都很好 一人五塊都應該夠了 先煮湯 我們一向都會有些 糕在這裡 當你煮這個糕的時候 就加少許鹽 你又可以用雞湯 如果你想這樣 就等些香茅下去 先煮一下 好了 這些是我摘了 比較年輕一點 嫩一點 就可以等待在碟裡 當東西做好的時候 放在上面 我就不要指天椒 銀毛鈴可能都要些 切些給它 吃過越南可粉 就放一人一碟 加些辣椒 進去河粉 又特別香 最緊要切掉這些 更漂亮 好了 把它撿回這些 搞定 一人一碟 就加些金邊米粉 煮這些的時候 最緊要有這些 因為它不同 米粉 米粉 又細細條 它中間這裡 都圓圓的 OK 試一下 大概煮它 兩分多鐘 就可以了 放在這裡 再煮一秒 吃火 如果水還滾熱的時候 就拿牛肉 快煮它 又是這樣 就拿起 不用怕它粉紅色 因為生牛肉也是這樣 待會再用一些 滾熱辣的湯來煮它 你見到這個湯 現在很香香茅味 很滑滑滾 你隨便煮它 然後現在來煮麵頭 我們要很均勻 兩個差不多 好了 先放生的九層塔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然後放牛肉 放些蔥 放些剛才切好的 泰國芫荽 湯要爬爬滾 先把香茅 然後把爬爬滾的湯 快點淋在這裏 這樣就搞定了兩碗 越南河粉 我們會加少許藍 我已經擠完了 拌勻 拌勻 就要吃了 你看到我 芝麻油酥當然也會加少許藍 芝麻油 你有沒有吃 好吃嗎 淡淡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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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只加了鹽 大家可以鹽淡的 加些魚露 我覺得挺好吃 都要吃豆包 好 天啊 煎 好 我還給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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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